尊敬的诸位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请坐 我们继续来举行修行与生活座谈会 今天呢 从各地来的同修很多 大概准备参加中原的三十系列 欢迎你们大家 我们呢 今天呢 应该主要都是来讨论 现场同修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虽然深知说是非不好 但今天还是要提出来 我是一个生死凡夫 一个很平凡的义工 有空呢 就去四里做点事 但对于四里不如法的事呢 心里很生烦恼 比如 看见出家师傅在寺院里吃肉 觉得很多出家人 贤 贫 爱富 看见大家 义工辛苦的血汗钱 供养寺院 却被四里的师傅个人贪污了 诸如此类呢 觉得越做义工 心里越烦恼 说穿了 有些事呢 对某师傅不好 不说呢 觉得对不起三宝 对不起各位大德 请问我该怎么办 每次呢 叫我带一群义工做事 我的心里很想做好每件事 但义工的热忱 和四里的乱象 让我进退两难 于此弟子 诚心其问师傅 我适合继续为四里做事吗 你应该不适合为四里做事 为什么呢 你这做起来会生烦恼啊 生烦恼就不如不做 能够不生烦恼 那可以做 确实 如果寺院里啊 出家人不如法 那么他将来一定会啊 多地狱 他有他的因果 那么如果寺院 他的存在 能够啊 帮助 这一方的众生 闻到佛法 或者是流通法宝 那么我们呢 也可以去护士 这不是为了某一个出家人 也不是为了这个死人 是为了 这些有缘的众生 那么 这里头如果有人不如法 甚至破戒 犯斋 那他有他的因果 我们呢 可以不用去管 那么如果你实在看不惯 那就退出来 也不必去说 他的是非 说了 那都是造口业 心里知道 不必啊 跟外人讲 那么 你自己呢 可以啊 找真正啊 如法的道场 来做一工 实际上呢 这个也是要随缘的 有缘分 遇上了 那我们就奉献我们的力量 如果遇不上 那好事不如无事 在家里听经念佛 学刘苏云老师 猫在家里 不管那些是是非非 是非呀 你不去管他 他就不能饶了你 最怕你去关心他 愿意去听他 愿意去看 那你的清净心就受损了 那如果你已经上了年纪 我不知道你年纪有多大 你如果你是啊 六十岁以上的人 说老实话 也可以不必去做了 好好在家 专修 这个功德最大 无量寿经上讲 假令供养横杀圣 不如兼勇求正觉 你在家里一心听经念佛 不跑道场 这是你能兼勇求正觉 你出去呢 为道场服务 那是供养 还未必是横杀圣人 供养是凡人的话 功德就小很多 那更不如你兼勇求正觉 那么如果你现在还年轻 不到六十 就没有到退休年龄 这个 有这样的余力 愿意 愿意为佛们 做护士的工作 修福 好事 但是修福 不能忘了修慧 修慧呀 比修福更重要 一定是自己修慧 有余力了 你才能修福 如果自己听经文法的时间都没有了 一味的去做工作 那是修福 但是修福的过程中 你会生烦恼 你会造业 可能得不偿失 福是修了一点 业也造了不少 最后平均起来 可能那个造的业 比那修的福还厉害 还大 那就不免堕三土 这个 自己要懂得衡量 轻重 知所先后 则尽道义 你知道哪个先 哪个后 就哪个是主 哪个是次 哪个重 哪个轻 那么有智慧了 说老实话 做事本身 不会妨碍 你会越做 越欢喜 越做 越烦恼清 智慧长 这就是 相应 这就正常 好 我们再看下面一个问题 这位同修提了五个问题 不对 九个问题 背面还有 一 在某处持戒经研 老实念佛的正法道场 为何在台湾地震中 也会被毁 比道场 一定无疑是正法道场 这个呀 还是看道场当中的人 他们的业力 那正法道会不会有不如法的人 这个难讲 还有呢 即使是如理如法修行的人 他有业力 他的福德不够 也可能会造致灾祸 再者 真正有修行的人 在灾祸面前 反倒是更精进 直到自己业战未小 所以呀 这个灾难没有完全转过来 转是肯定转了 但是没转完全 如果不好好修行 那可能呢 不仅道场被毁啊 那可能全部人都得死 现在人能保着住 道场被毁了 自己也要深刻反省 胜惭愧心 继续努力修学 消除业障 那么这种状况 正好提醒自己 也不是坏事 佛菩萨 在这样的一个因缘当中 他一定是 行有不得返求助己 所以上天 用这样的一种啊 因缘 也能触 触发他 更加努力俊进 这反而是一个 逆增上缘 你看祖师大德 一生 他也不是很平坦 也是常常遭遇到 很多坎坷 你看近代的虚云老和尚 那无疑是大修行人 但是他也是九死一生 遇到了种种磨难 甚至多次遭受生命危险 而可贵之处是 他在这样的一种灾难当中 不退道心 不忘失菩提心 而能更加努力 精进 提升自己 最后一定会脾气抬来 转自己的业 第二个问题 既然人有多少财富 是命中注定 故我们不需要去攀球 那么我们如果有条件 不必工作 那么是否不工作呢 也会得到和工作 同样的收入呢 如果这样 我们不就不必努力 精进工作 甚至不工作就可以了 财富确实是 过去生中 不失得到的 那么过去生有不失 你这一生出生的时候 自然就赶了 赶得那个好八字 这个给你算命的时候 就发现你命中有财 实际上这个财 也是过去生中 不失的结果 那么这是因 因加上缘就能结果 缘是什么呢 你现在从事的职业 你做的工作 那你必须要有缘 才有结果 如果有因没有缘 也不结果 如果你什么都不做 没有这个缘 那可能也没有结果 但是因是存在的 现在没有结果 以后会结果 那只是现在没有这个缘 那你那个命中的财 是丢不了的 这个道理你要明白 那你要去工作呢 如果你命中有钱 那自然能赚到钱 你有缘 你有缘了 所以不管你从事什么样的行业 你命中该有的 他真的就会有 所以要从事正业 正业就不造恶业 在你获得命中本有的财富的同时 你不会造未来的恶业 也不折损命中的福报 如果你从事的是恶业 那你命中的财还是会得到 但是可能被打折了 而且将来你还要因这个恶业受报 这些因果事实真相 我们要想清楚 就知道怎么选择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人生 三 墨学今年升大四 下半年每天只有一天正宝 墨学打算对于课业 不再花课下的时间精力 想把所有课余时间用来听经念佛 学刘苏云老师 争取12月21日前 改过念佛成就信愿 请问这样可以吗 有什么注意的问题 你如果能够课业 上面没有问题了 保证能够毕业 能够向父母有个交代 这样你其他的时间 专门听经念佛 这很好 那么也不出吃不出穿 有人供养 可能父母供养 或者自己有积蓄 也不必向他去找工作 这都可以 听经念佛 未来交给佛菩萨安排 这个我是赞同 下面第四个问题 墨学近日认识了一位义工同修 他勉励墨学 要发心出来护持佛法 做义工 还说墨学只在家里自修 完全是自私自利 不可能往生 墨学听了很骇然 不知同修说的对吗 他说我们要学陈静瑜老师 不能自己在家自修 墨学只学佛半年多 还有很多疑惑 不够明理 墨学到底该学刘老师 还是陈老师 墨学必须要接受 这位同修的邀请出来 做义工吗 这就看自己的发心 学刘老师也行 学陈老师也行 陈静瑜老师 是发心的 在香港 来做护持佛法的工作 非常难得 那么他们俩 就刘思雲老师和陈静瑜老师 不同之处 一个是六十多岁的人 一个是刚四十的人 相去二十多年 那么像刘老师这样的人 六十岁以上的 当然没话说 就得认真的在家听经念佛 这个是第一种要 除非你念佛 拿到往生把握 没问题 出来做做义工 普度众生 这个也没问题 但是自己的往生大势 可得有把握 那么年轻的人 要发心 发心 要护持正法 毕竟 按照常规来讲 你后头 还有几十年的岁月 那佛法 必须要靠年轻一代 来传承 不可能 这个年纪很大了 他才出来发心 这是因为年龄断不同 那么如果没有人发心 来护持佛法了 那佛法就断了 那这个也是 众生 没有福报了 所以像我现在的年龄 我也是四十 师父上人 那就鼓励我学讲经说法 但是呢 往生始终是摆在第一位 而你真正 明白了 四十八大院 那你就知道 红法 护法 不会障碍你往生 反而有助于你往生 它是你的助行 你积功雷德 那么正行 就是信愿行 信愿之名 这个平常你就得真干 说老实话 说老实话 信愿行 就是你这一念 你这个一念 具足信愿了 念佛 十念必胜 这是阿弥陀佛十八愿 给我们做的保证 你要真明白了 你心里就很有把握 那么现在有这样的因缘 可以来做红法立生的事业 那就应该直下承担 这个事业 年轻人不发心做 难道要年老人发心来做吗 如果年纪老的人也不发心了 年轻也不发心了 那就我们眼睁睁看着佛法断了 你是不是想看到这个结果呢 所以你真正发现了 阿弥陀佛就护念你 即使有灾难 你没问题 你会留下来 因为你有这个使命 所以这个发菩提心重要 往生净土 你看三倍往生 同一个条件 就是发菩提心 一项专念 发菩提心 当然最重要 我们自己信愿求生净土 附带的 包括护持正法 那是因为有缘分 那是因为有缘分就要护持 没有缘分 当然 这个是有心 没有缘 不是不想护持 想护持 没有这个缘 可能 没有这样的体力了 没有这样的年纪了 没有这样的青春的年纪 错过年华 也可能是 现在 这个想弘法 想做事 没有缘 那当然 就死心塌地 求生净土 那么自己呀 总要 去认真地思考 当然 你如果发心 我先往生 可不可以呢 也可以 那往生做什么 往生将来 也要哄法力胜 你要成员再来 而你这个发心呢 主要还是要预缘不同 如果是有缘 现在可以哄法 像我这样 还能够跟大家讲 有这个讲坛 我说我现在不讲了 我要发心 尼亚阿弥陀佛 我要求往生 这就属于自私自利 那我预不上这个缘了 我发心 求生净土 这是正确 这是发菩提心 所以总在预缘不同 你这个发心 也是预缘不同 但是实质 本质上都是一样 都叫菩提心 都是为佛法 为众生 没有丝毫个人考虑 所以你求往生那个心 到底是什么心 自己要琢磨琢磨 是利他的心 还是自利的心 如果只是自利 没有利他 那又危险 为什么呢 他不相应 你这个念阿弥陀佛 这个佛号 就不相应 所以这个全是看缘分 我们师父常讲的 他遇的缘 对他来讲很殊胜 他可以站着往上 遇的缘比地贤长老 还要殊胜 地贤法师呢 他遇的这个缘 就是要弘法 那他学菩提心 这也不对 这叫生般硬讨 造作 菩萨发心 无论你是该什么样的缘分 该什么样做什么事情 你就老老实实的 把你本分内的事做好 不要 故此而目逼 硬学寻不详 因为你的心都是不安的 安心是 我现在是什么缘 就做什么事 这就是安心 就是老实 所以呢 这个 你现在想怎么做 自己要看看 你的因缘如何 那么还有一个呢 要做义工 自己的羞耻 听经文法 也不能缺 可以减少自己 念佛专修的时间 但是这个听经文法 就比什么都重要 因为第一个 听经文法 让你明理 让你坚定信愿 有信愿就决定往生 念佛功夫差些 品位低一些而已 像偶遇大师讲 我下下凭往生 足矣 这是舍己为人 也是发菩提心 第二呢 你听经文法 能够纠正你在做义工当中的很多错误观念 如果你不听经 就这么盲目的干 可能 你会凭自己的意思 做出很多错误来 那么这一点 做义工的同修 也是需要注意的 下面第五 墨学因为烦恼习气非常非常重 而真性切愿 必须把所有毛病改掉才行 否则不能往生 墨学有些毛病十分难改 用尽全力 仍可能屡范 屡改屡范 因此墨学心中 常常认为自己今生往生不了 完全没信心 怎么办呢 一定要改掉一切毛病才能往生吗 现在对往生提不起信心 你这个问题 可能很多同修有 觉得自己习习毛病很重 就担心这往生不了 怀疑心就起来了 这个心是什么呢 是业障又加重 为什么呢 本来已经有很多毛病息息 这是业障 现在又加一个怀疑的业障 就障上再加障 业上又加业 所以那肯定是不能往生 如果你毛病息息很重 但是对自己往生一点不怀疑 对阿弥陀佛 皆以你往生也一点不怀疑 那你这个凭你的信心 你的愿力 能感的佛力加持 待业往生 你的毛病息息再重可以待业往生 凭什么待业 凭你的信愿 相比之下 最重最重的业障 是什么呢 你怀疑 对净土法门来讲 疑是最大的障碍 比那五逆十恶 那个罪还重 为什么 它直接障碍你往生 而造作五逆十恶的人 他能悔改了 虽然可能他还有这个习习毛病 可能他以后还会有现行 但是他现在这个信愿具足 念阿弥陀佛十年得胜 所以那个信愿 能赶阿弥陀佛来 就能够帮助你待业 所以最可贵的是信心 得胜已否 真的全由信愿之有 这个全字就是排他的 没有别的 只有这两个 你真心切愿决定往生 而你有真心切愿了 我告诉你 你的毛病习气也自然能改得过来 你现在为什么觉得很难改 因为你没有信心 你对自己没信心 对阿弥陀佛没信心 所以你这个毛病习气改不了 你愿力也不够恳切 愿力想不住业力 那所以就是难改啊 这就真是没法子了 这叫自暴自弃 莫子讲 爱莫大于心死 这就是心死了 最大的悲哀 那就是往生不了 如果今天你听了我的话 你能豁然放下 把这些疑虑都放下 真正发起对阿弥陀佛 坚定的信心 求生净土 今生以后全交给阿弥陀佛 请阿弥陀佛护念你 帮你改毛病 改息息 把你自己的原来那些 深重的毛病息息 全部给忘掉 不要去想它了 就现在此时此刻 你听我这个话 你发心重新做人 不再做自己安排 全由阿弥陀佛替你安排 连毛病息息也交给阿弥陀佛 让他来帮助你 你就努力改 有阿弥陀佛来帮助你 你就不用害怕 你决定往生 为什么我敢这么说 因为经上讲 你能够发心求生净土 信愿持明 就能得 释放诸佛之所护念 不退转于阿弥陀佛 三秒三菩提 这弥陀佛经 大家念得很熟 你会不退转 你的毛病息息 会越来越少 越来越淡 最后就没有 而且以惊人的速度来改 所以可贵的是你那个信心 信为道远功德母 真信得过 把自己完全教徒 全身心 投靠阿弥陀佛 我信佛 我信 自己 本来是佛 现在跟阿弥陀佛 何而为一 我一定能改 你这样发心的时候 真的阿弥陀佛 就跑到你身里来了 就在你头顶 恒常放光铸造 你就像 这个普贤行愿品里讲的 你这个人走在世间 一切佛菩萨来照顾你 护念你 一切天地鬼神 也来保佑你 不管你过去造了什么重业 现在你已经啊 改过自信 回头是暗了 你肯信我讲的话吗 你肯信 那真是 套去宗教里的话讲 你得救 你还在怀疑 那真的就 没办法 那是你自己 糟蹋自己 下面第六个问题是 事来找我 我去做 这是随缘 自己找事做 这是攀缘 那么各种念佛法会 没有主动 请各位同修来参加 而均是各位同修主动 报名参加的 那么这些同修 岂不都是攀缘 凡是自己主动 去做什么事 就是攀缘吗 这个主动 看做什么事 如果是为利益众生的事 应该主动 那就是看缘分 你主动 还是要随缘 就不是应来 无量寿经上讲 菩萨做众生 不请之勇 你不请我 我还是来度你 那就要主动 这是菩萨发心 但是度你也得随缘 看你能不能接受 你不接受 那主动也没用 不请自来也没用 总要等到你缘分成熟 不请自来 就能度了 那么如果说 对自己个人的利益 个人的生活 这些问题 那就不必太主动了 那就完全随损 有什么样的生活条件 就安住什么样的生活条件 不想着我去改变 安心办到 这个随缘就非常好 第七 既然功德是界定会 那么我们是否提偿任何一本经书 读诵的功德 都与无量寿经相同 但佛又为何说 甲经有这些功德 读乙经又会有不同的 比种功德 在理上讲 读任何的经典 只要读到有清净心了 你的功德是一样的 所以功德是你的清净心 清净平等 绝 这是功德 也就是你讲的界定会 清净心就是定 会就是啊 清净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智慧 那么佛讲 读某经有不同的功德 这是在无差别当中 有差别说 本来是法平等 无有高下 但是呢 虽没有高下 又偏偏说不同 这是对不同根性众生而言 那么当然 佛讲哪一部经 就鼓励众生去读这部经 要不然讲来干什么呀 所以 佛讲 金刚经 那就鼓励大家去读金刚经 说受持金刚经 一记一记 能超过 你用 无量七宝 去布施 这个功德 鼓励你读金刚经 受持金刚经 说这个浦门品 那你也读普门品 又有这样的功德 读地藏经 又是这个 二十八种利益 读无量寿经 你也有这个功德 这个功德 能够将来往生作佛 所以 总是 他宣讲哪部经 就是鼓励大家读这部经 肯定是赞这部经 那么 部部经都好 那你得选一部来读啊 不能 每一部都读 那你这个心思就砸乱了 要转 那读哪部经最好呢 在理上讲 确实读哪部经都一样好 但是事实上有不同 我们是末法时期的众生 佛告诉我们 末法时期应净土得度 也就是说净土法门 所度的众生是最广的 适合上中下三根 普批 全部都含舍 都能够收 那我们自己呢 现在是末法时期众生啊 业重凡夫啊 真的要以净土得度 在净土法门里选一部经 那当然 五经就选第一经啊 五量寿经好啊 他讲的极乐世界一正庄严 阿弥陀佛音地啊 四十八大院啊 怎么往生 嗯 等等 这都讲得非常详尽呢 比其他的经典都讲得详尽 所以对我们的信愿 有直接的帮助 所以我们选五量寿经啊 选定这一步就不再动摇 是这样的一个缘故 那我们读这部经 也不能够批评 毁谤别的经 这成了毁谤正法了 看到人家读其他经 我们也鼓励 我们也随喜 我自己呢 选定五量寿经 因为我最适合 这个经啊 弃我的根基 我想往生 别的人未必想往生 他有他的意图 我想往生 我其他都不要 甚至啊 地藏经讲二十八种利益 我都可以不要 我就要往生这条利益就够了 这个发心 所以我 我来读五量寿经 这就是无分别种了 说分别了 下面第八问 自己看到万物浮输的美好景象时 可以感到欢乐欣喜吗 或者 应该联想到无常 视娑娑婆为粪土 艳离娑婆 是应当 是否应当把学佛以外 一切事物都当作苦 要艳离 这个艳离心呢 是基于你认识真相的基础上 那么娑婆世界 三界六道里头 确实 你一切所求 你一切的希望 你得到生老病死 种种苦恼 那真的只有苦没有乐 你细细想想 你在这个人生当中 你所享用的 是不是只有苦没有乐 那么 能够学佛 能够放下 你心已在极乐 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乐 这个乐就是自在 没有牵挂 没有烦恼 没有贪拙 信不起任何烦恼 这个时候就是乐 这叫发喜 除此之外 你向外攀缘的 感受的全是苦 你自己好好想一想就知道了 那么在这境界上 我们怎么样的用心呢 比如说看到万物复苏的美好景象 我们不是能贪着 我们要想到 极乐世界的景象 比这个更美好 这就艳离缩脱 心求极乐 那么这些景象 可不可以受用呢 当然是可以受用 受用而不执着的 没有贪爱 没有贪爱的心 有贪爱 这就形成你的苦恼了 为什么呢 当这个景象失去的时候 这苦恼就来了 你会迷茫 你会惆怅 你会失望 这就是苦 下面第九文 往生极乐的人 为何不立即回来 死而复生 再次现身为子女 从而从根本上解除 现实父母的无尽悲痛 这就是看缘分 可不可以做这实现 是可以的 完全可能 因为一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阿维悦之菩萨 他有这种能力 在十方世界化身 那为什么他不实现呢 因为众生 善根福德不够 这不能应来 如果硬要来实现的话 这可能让众生 会起更大的烦恼 造更大的业 比如说 他要是不相信 他可能会毁谤 这是他善根福德不够 会是这样 如果善根福德够了 他就会来做实现 这可以 还有一种呢 纯粹用神通来实现 那跟魔的神通 就会混淆在一起 魔也会用神通 他也来变 引诱你 因为你喜欢搞这神通感应 所以他就得其变了 那他不来这个实现了 你也就没有什么判断 你不会找我 所以这里头的因缘 很深 我们呢 不能用潜质 去揣测 佛菩萨的实现 总有他的大势因缘 这个因缘 就是令众生 觉悟 所谓开示 误入佛之之间 如果不能这样做的 不能让众生 误入佛之之间 那宁可不实现 下面一个问题 在家女人 怎样修行 才算真放下 这第二问呢 在家女人 不工作 不做家务 不生孩子 每天到道场 念佛听经 是真放下了吗 这两个都是 相类的问题 放下是指心上放下 不是讲世上放下 世上什么都不做 未必是放下 你心上还挂念呢 那就不叫放下 世上要随缘 这个随缘就是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就要做好什么样的事 这个印光大师讲 顿伦尽分 比如说 你是一个妻子 你要尽妻子的本分 你是个母亲 要尽母亲的本分 你在单位里面 做事 做员工 你要尽忠之手 做领导的 你要 常常爱护员工 关怀员工 反正你都要尽自己的义务 不能把自己的义务撇下 不管了 找个自己清静的地方念佛 我告诉你 你这样念是念不好佛的 你自己试一试 你肯定念的 杂念很多 因为你没有真正顿伦进分 所以你那个心 是有缺憾缺陷 不圆满 妄念一定会很多 你没有放下 所以真正放下的 它是自然 在自己生活当中 自然会做到 菩萨六度 补识 持戒 忍辱 静静 禅定 智慧 真放下的人 他自然会这么做 比如说 你是个在家女性 你要做家务 这是布施 你说我偏偏不做家务 实际上你心就没法想 你有对立 对立没法想 什么对立 做家务跟修行是对立 你这个对立没法想 你也没有 修 持戒 持戒是守规矩 尽义物 你该做的没做 就没守规矩 也没有做到忍辱 忍辱是耐心 耐烦做事 做家务得耐烦 不耐烦做事 你怎么能把家务做好 也没有做到精进 因为你不认真 做好你的本分 也没有禅定 你心是 不定 更没有智慧 所以你看 你不肯去 做你当下应做的事情 菩萨六度 一度都没有 没放下 所以把人做好了 顿伦尽奋 鲜血存诚 你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决定能往生 不必离开 你现在的这个 释法 而别求佛法 净土法 就是妙在 不离释法 正佛法 不离佛法 行释法 它是圆融 第三问 用什么标准 判断 已经放下了 已经放下的人 他心里 没有其他的念头 该做 就拿起来做 不该做 想都不想 做完了 也都放下了 也不挂念了 心永远保持清静 他没有妄念 这个人就放下了 第四问 心怎样才能安住 心在哪里 安住在阿弥陀佛上 你就安住 心里老念阿弥陀佛 我在家里洗碗 阿弥陀佛 做饭 阿弥陀佛 这个养育孩子 阿弥陀佛 佛号总是念在心里 极乐世界总挂在心里 心在哪 心在极乐世界了 现在虽然还没有去 身还在留在世间 你已经啊 在娑婆世界 那莲花盛开了 因缘到的时候 阿弥陀佛就会来接你 你不必啊 怀疑 有怀疑的那个心 还是不安 还是不老实 第五问 直以后我们面容是什么样的呢 面容是自然的 该笑还得笑 该严肃还得严肃 第六问 老人身体不好 而且每天对自己过去都怨恨 活不起死不起的折磨他自己 我们当儿女的 怎样做 才能让他健康起来 他心里有怨恨 那要慢慢开导他 首先对他 要施予 关怀 要孝顺 让他感觉到温暖 这是你的慈悲心流露 你要求生净土 你不发菩提心 你不可能往生 那菩提心是什么 见到人有病苦 他自然就流露出慈悲 就去爱他 就去关怀他 那个菩提心是遇到不同的缘 就有不同的表现 遇到这个老人 你就得关怀 遇到能够红法就得红法 遇到能够护法就能护法 什么都没有遇到 菩提心 那就表现在 像古鲁酱那样 老是念佛 但是这个心 总是跟阿弥陀佛 练在一起的 你就换位思维 假如阿弥陀佛 现在遇到这位老人 他会怎么做 他怎么做 你就该怎么做 欲助众生 失落自己 手中长处 无尽之宝 能令一切众生 发阿弩多罗 三秒三不提心 你要劝欲侧净 对这些老人家 我们要特别安慰他 让他生欢喜心 生觉悟心 劝他学佛 劝他念阿弥陀佛 劝他放下 劝他修生净土 你自然会这么做的 所以就怕伏地心没法 你才会有这些问题 伏地心真发出来了 就没有问题了 遇到什么缘 你自然就会知道 该怎么做 第七问 在家人 修行都要断欲吗 要求往生的话 心上要断 就是不执着了 不贪爱了 真放下了 那么但是世上呢 世上随缘 如果家里都是学佛的 大家做法眷属 通修道友 那世上就都可以断 如果一方 夫妻一方不学佛 那么你学佛了 你不能让对方生烦恼 你就得学随缘 随缘而心上不贪念 有贪念 自己要忏悔 要想到 极乐世界 那都是莲花眷属 清净无染 我怎么能对啊 这世间的这些爱欲生染着心 我可以随顺 自己的配偶 让他能够熄灭 逐渐熄灭这种爱欲 但是我自己不能染住 要发这样的意念 在家居士 要是真看破放下 定红法师 居士们为什么都不出家 像您一样呢 这也是缘分不同 总在预缘不同 我遇到的缘 跟你们遇到的缘不一样 我一个 我没有结婚 我是读读单身 跟着师父上人 学了二十年 也能够讲讲经 这个讲课对我来说 不是什么大问题 因为我在家的时候 在大学里就讲课 那么师父老人家 鼓励我来红法 鼓励我出家 那我遇到是这样的缘 那我是不能拒绝的 拒绝就岂不过是 对不起师父上人 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这是我必然要走的道路 那我想这也是佛菩萨安排 一些安排都交给佛菩萨就好了 那么你现在如果没这个缘 你也不必在事项上 所以要跟我一样 这不能这样学 我们要学弥陀的存心 你看阿弥陀佛在阴地上修行 他有时出家 有时也在讲 你看经上讲 或为这个国王 长者居士 他有不同的身份 那么这不同的身份 都同一个存心 都是为了众生 你这就是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你决定能往生 假如你有这样的姻缘 愿意来学习经教 而且家里都很鼓励 你年纪上轻 你为了红法来出家 好事 我们也随其赞叹 我们也护持 如果你说我就想出家修行 那我劝你还是不出家 为什么呢 要想修行 其实在家更方便 出家你得找道场 找寺院 找一个如理如法的寺院 现在不容易找 找到了 也要看你跟他的缘分怎么样 如果你跟他的缘分没有 或者很淡 你在那待不住 你到处流浪 这也很辛苦 最后 如果是你拜的师父 一定要你做经颤佛事 你很不欢喜 那也这个矛盾也很难以解决 我出家的时候 我跟我的剃度恩师 上场下坏长老 说好了 我出家呢 不做经颤佛事 也不住在这个寺院里 我还是要跟金空老法师 学佛 我跟老法师住 没有学成之前 我不会离开到法师 我要寝室 唱功 这样可不可以 唱功同意 很欢喜 很护士 所以没问题 出家之后 那就是还是跟着老法师 学习 当然 唱功 现在呢 非常的难得 他现在 邀请我 到他这个圆明寺 每个礼拜六 用粤语 讲无量守经 对香港本地同修 这法院也比较殊胜 每次都有两百多人 来听课 这是粤语同修 可能下一次 礼拜六就会上网 在网上可以听直播 不仅是香港同修 珠江三角洲 海外的这个广东人 他们都可以收听到 这个去圆明寺奖经 师父 禁宫老法师 非常的欢喜 连说这是大喜事 什么大喜事 香港人 听不懂老法师讲经的 现在也有缘 能够学无量守经 这是大好事 如果香港人 学无量守经的人多了 那这个地区就没有灾难了 第九问 为什么基督教徒们 那么团结 一人有事 所有人都到家里帮忙 而佛教的居士们 却做得没那么好 清净冷淡呢 规矩是给别人立的呢 这就是所谓啊 素质问题了 基督教徒 因为他们重视教育 你看 教堂每个礼拜天都讲道 做礼拜 那牧师都要讲经说法 那么有一些教堂 他专门有查经班 我比较了解 因为我以前在美国留学的时候 我所住的学校 是路易斯安那州北部一个小城 大学城 这个城啊 有三百多座教堂 人口不多 教堂多 几乎所有镇上的人 一到星期天 都是做礼拜 而且呢 还有像礼拜五 他们也做查经 那边也有华人 也邀请我 一起参与 圣经学习 所以我呢 当时四年 都是星期五 去教堂查经 星期天 跟着他们做礼拜 我在美国留学 那时候我跟我表哥 我表哥就带着我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现在做牧师 我那是做法师 他做牧师 他拉我去教堂 我也去学习 但是我没有受洗 因为呢 我觉得基督教 他的教义啊 确实不能令我心服口服 但是人确实好 为什么他有教育 这圣经里也有伦理 道德因果教育 他学习的就是不一样 佛教徒 学经教的人少 听了经的 真修真干的也少 所以一层一层淘汰 那真的是啊 学得好的人 像刘苏云老师这样的 都属于凤毛麟角 这就是我们自己 要胜惭愧心啊 我们要认真学 要向人基督徒学习啊 我们是不足 不是因为佛教不好 佛陀的教育 那是至善圆满的教育 是我们自己没学好啊 那让别人看了之后 他们也就把佛教看低了 觉得佛教是 好像不如基督教了 那因为他们没看经典 他们是看人 那我们自己有责任 那佛法讲慈悲为怀 对每一个人都要有爱心 所以你自己所住的家 家人你要爱 对父母要孝敬 对兄弟姐妹你要爱 然后扩展到对灵力相当 都要有爱心 常常想到他们 有东西跟他们分享 常常做布施 菩萨四摄法嘛 第一就是布施啊 第二是爱语 第三是力行 第四是同事 你要去做 你把菩萨四摄法真做到了 那自然你就团结了 你真想团结 那你要想这个方法 用菩萨四摄法 比如说你在自己一个小区里头 你想让周围的人都能团结好 怎么做 先布施请客送礼 请客最好请吃饭 而且自己来做 自己要发心来做饭 做菜 招待邻居 这是打好关系 然后送礼 家里好吃的好用的 也给别人立合同君 大家就欢喜 那么在道场里面 你想跟大家结好缘 也是 最好的 做饭 这个做饭 这是最能够结缘 最能修复 所以过去刚出家的人 都要下大聊 下大聊就是 到厨房里给大家做饭 修复宝 所以真正想这么做 肯定能做到 像我们师父 当时在新加坡 团结九大宗教 就是用菩萨四摄法 每一个宗教 我们用爱心去送礼 去帮助他们 请他们吃饭 哪一个宗教 有困难的 我们师父就送钱 帮助他 每一个宗教 送了十万块钱 新加坡币 一个新加坡币 新加坡币 大概五块钱港币 所以每个宗教 等于五十万港币 好 我们再看下面的问题 在家居士 要做好家事 又要哄好外生 随缘念佛 今生成就 凡夫能否做到 可以做到 因为念佛是很方便的 你边哄外生 可以边念佛 我教你怎么哄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拿个玩具给拿阿弥陀佛 念一些阿弥陀佛 我就给你 一个糖果 念阿弥陀佛就给你 念十句阿弥陀佛 就是这么哄 结果他也念佛 你也念佛 都好 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一名来自大陆的普通母亲 因为儿子的缘来到香港 大儿子六周岁 由于自己发心希望儿子弘扬正法 所以送他去十年闭关的儿童道场 不知弟子是不是执着 弟子的小儿子两周岁 弟子也想从小培养 这样做如法吗 想把两个儿子都交由佛菩萨安排 现今大陆许多道场和学校 弟子该何其何从 请法师慈悲开示 我劝你啊 你自己好好带他 孩子就自己不想带 想送到别人那里去 你就有点逃避责任了 母亲是孩子最好的教师 特别是两岁的孩子 最需要母亲的爱抚 来培养 你怎么能够让他就送走了呢 即使要送 你也要跟着去 你可以在那个道场 学校做义工 但是你要对这个孩子 要有监忽的这样的义务 你做母亲嘛 你是监护人嘛 要自己发心好好修行 做孩子的榜样 尤其是现在 孩子小 他看母亲 你的存心 你的举动都会影响他 牵一目滑 所以你可以自己认真学 上个梗 真正落实 念阿弥陀佛 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情绪 做到十三业道 那你这个孩子 就能给他扎好根 下面问题是 经云取向分别 情指深重 关于此句 有如下三问 一 是否可说 取向分别是因 情指深重是果 因分别而生执着 第二 个人好恶之分别 源于执着向之不同 而未能明了 佛性无别 故同己大悲之心 无法生起 故情指的具体体现 既有因贪爱而生之执着 放不下 又有因憎恶而生之怨恨 放不下 同时也包括因对立而生的冷漠 不关心 这样理解对吗 这样也是对的 这个取向是执着 那么分别呢 这个是合在一起了 有分别有执着 那么而分别执着里头的 最重的是情指 所以讲 情指深重 求出轮回 重不能得 轮回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你 情指 那么情指 也属于取向分别 但是特别讲出来 就是因为它特别重 特别是六道凡夫 这个很难放下 那么情指的表现呢 虽多种多样 但其根源都是阿莱野时 业习种子起现行的结果 故是不是说 只是真正清静心 平等心现前 只有真正清静心 平等心现前 才算真正放下 清指 对 这个清静心现前了 就能放下清指 清静心现前是谁啊 阿罗汉 阿罗汉才是真正有清静心了 脱离三界六道 把清指真正断了 但是呢 它还是用阿莱野时 它还有分别 把分别断了 起心动念都断了 才能够转阿莱野时 成大元净之 那么它不再起心动念 不再分别了 也就是说 它的所有的行为 全是自然 跟众生感应到脚 众生应以和身得度 它既献什么神 而为它视线 为它说法 下面一个问题呢 墨学从去年开始 身体不适 有一些菩萨在墨学的身上 现在已经离开了几位 还有几位呢 在墨学身上未离开 有居士请大德帮墨学看过 一位是这个牛菩萨 一位是驴菩萨 一位是蛇菩萨 墨学还听到嘴里有声音说 他们是无始皆来 被墨学杀害过的众生 墨学此次来参加三十七年法会 是否还要给这些菩萨 单独立牌位 也请法师慈悲 给墨学身上的菩萨 开始一下好吗 可应该为他们单独立个牌位 就是你身上的这些 无始皆来的有缘众生 那么最重要是你自己要齐请 他们来听经文法 来念佛 实在讲 听经文法更重要 这些众生 他们听经真能听明白了 念佛 实念必胜 他们真的往生 在这个六月份 在香港这里呢 举办了净土大经节 心得分享会 那么法会完了 当时非常殊胜 许多同修都法喜充满 这个法会呢 完全是讲经的 念佛呢 只有早晚课 那么结果呢 在法会结束之后 前不久 我收到了 有一位同修 他的感谢函 他是什么呢 说他的姐姐 过去有一位男朋友 今年年初啊 遇车祸去世了 经常来找他姐姐 在这梦中 那个像啊 很凄惨 很痛苦 应该是堕了恶道 结果这次 他就来给他姐姐 这个有缘众生 立了排位 祈求他来听经 文法 能够听明白了 就能往生了 结果呢 法会结束之后 他姐姐啊 又梦到这个众生 这个时候啊 已经是非常庄严了 很欢喜 在梦中感谢他姐姐 说啊 他已经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了 这个感应 特别明显 所以我们相信 这个讲经说法 真能度众生啊 你看我们师父上任 这摄影碰这里 就立了很多的排位 那这跟三十七年的 排位的差不多 啊 这一个小桌子的立马 你看着排位 每一个排位里头 那都是无量无边的众生 很多是变法界虚空界 我们师父上任 讲经 请他们来摄影碰 听经文法 在上讲台之前 都要跟他们问讯 齐请 齐请他们入习文法 听经受读 那真的往生呢 会很多 所以为什么讲经说法 能够让这个地区 消灾面来 这些众生都明白了 他就不会啊 来报复了 你看很多的一些堕胎英灵 或者被杀的众生 就像您讲的 你身上那些菩萨们 那都是因为迷 一时迷糊 那报复心不能放下 这是情职深重 要通过听经文法 他就慢慢的明白了 放下这种情职 放下报复的心理 这样啊 两败俱伤 谁都没有好处 渊源相报 何时了 这一生你害我 来生我害你 何苦来 我们现在放下 求生净土 到西方极乐世界 立即就做阿弥约知菩萨 你就能够到十方世界 广度众生 这样的缘分 殊胜稀有 要把握住 那么三十信念 正在反馈 他度众生 也是劝导众生 用弥陀经 还有用中风三十信念的开示 来劝导众生 如果众生能听明白 这些开示 他能 起信起愿 求生净土 他也能往上 那么做的人越真诚 他心底越真诚 超度的效果就越好 因为这些开示 往往是 在沉浸心的生起来的时候 才能够明白 不明白了 他听也白听 听不懂 想听的懂 还是要用沉浸心 那你做法会的人的沉浸心 就能够带动 这些众生的沉浸心 你自己都不沉浸 那你所带来的众生 当然也不会沉浸 下面一个问题 一个念佛人 如果到要往生的时候 如果身上呢 有众生 在的话 能往生西方吗 应如何应对 这个不会妨碍 往生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 跟你身上有没有众生 没有关系 除非你信愿不足 或者你的信愿 本身就不太坚固 被这些众生给扰烂了 那你就不能往生 如果你真正心愿坚定 什么都动摇不了你的信愿 那你身上即使再多的众生 他也挡不住 为什么呢 他只能障碍你的身 障碍不了你的心 你的心是坚定不移的 求生净土 经上讲 假使大火满三千 成佛威德 西能潮 不要说 有这么些众生在身上 三千大千世界大火 都在烧你的身体 你也能够成佛威德 西能潮 能往生极乐世界 凭什么 凭你的真心切愿 第三个问题 墨学前几个月 并重视有一位居士 帮墨学超度身上的菩萨 其中一位是螃蟹菩萨和虾菩萨 在接受超度之前 墨学提了一个要求 他们要求墨学留下来 做弘法立生的事情 再到极乐世界去 他们说墨学是北大毕业的 在世界一流的跨国公司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工作过 会说几句英语 将墨学不要现在着急去极乐世界 因为墨学一直希望能好好听经念佛 先到极乐世界去 到时候就能普度释放众生 也包括地球上的众生 墨学当时答应了这些菩萨的要求 请法师慈悲指点 墨学现在应该如何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去做弘法立生的事情 不知墨学还有没有缘分 回到师父上人身边 学习无量寿经 或者去学习讲弟子规 或者在家里好好孝养父母 老实念佛求生习房 那么既然你已经答应了这些众生 那当然要努力去兑现 如果有这个缘分 能做弘法立生的事情 好事应该做 也不必急切求往生 往生是肯定的事情 到时候灵命中时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结议 现在没到灵命中 这肝着急没有用 不如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 特别这些众生既然有要求你 可能你有这个缘分 那你就不必要聚远 那么也是用弘法立生的功德 回向这些身上的菩萨们 让他们离苦得乐 因为过去伤害了他们 这是向他们忏悔 拿什么忏悔 用真实行动忏悔 不是口里说说就算了 口里说的不去做 那不就等于骗人吗 那他们心里是不服气的 口里不忏悔 你真的做弘法立生的功德 你回向给他们 他们也真正得到利益 他们也就饶了你了 所以这个功德要重失职的 忏悔也是重失职 那么现在呢 有没有缘分呢 你自己应该会比我清楚 第一个看你的发心 第二看你的能力 那么你想做什么 如果你想来弘扬无量寿经 那你就一门深入 不要搞多门 多门总是搞不好 如果你专门想弘扬传统文化 讲帝子规 那你也是专门做这个事情 那儒家的这些典籍 你可以都用来辅助 讲解帝子规 还有群书制药 这也是一部宝典 那你愿意学习 也可以 不管你挑哪样学 重要啊 常识训修 要用十年的功夫 你能学出啊 专家的水平 你在学的同时 你要做 要把你经典的教诲做到 所以你学无量寿经 你要做无量寿佛 你学群书制药 你要做出一个活的群书制药 做圣做贤 下面一个问题 有一位温老居士 托我此来向高僧大德请教 困扰他的一个问题 几年前在寺院立了祖先牌位 前年腰托使 请到家中 因年老体弱 无有儿子继承供养 怕影响往生 所以呢 想请教如何处理 在家呢 去生 还是请到庙上升 这是讲啊 已经在寺院立了 祖先牌位了 那你就好好的 这个定期啊 去拜拜 也可以做供养 那么在家里呢 也可以供养 怎么供养 念经念佛回向 法供养 一切供养中 法供养罪 劝祖先们 也求生净土 那么如果没有儿子继承 就是继续啊 来继续 怎么办呢 这个也不要去执着 那执着没有用 你就放不下 反而障碍你往生 那你发这个心 我现在往生了 我称愿再来 来帮助祖先 来供养祖先 这是最好的 这个功德啊 能够让祖先超胜 我是一名公务员 所在单位人满为患 单位同志知道我学佛 欢喜在家用功 这样少了一份竞争 领导也十分支持 我在家休息 有需要我时在通知 已经将近多半年时间 学习戒律后 我心中很不安 没有上班做事 白拿工资 算不算呢 违反道歉 现在我没有动用过这些钱 准备布施 请法师帮我解决这些疑惑 怎样做比较如法 这个呢 如果是单位呀 同意 这也属于单位一种福利 等于是你是带心在家里休息 这是你福报很大呀 你就安心在家用功 不要啊 这个心烦意乱 你好好修 那单位供养你 这单位的人也能够获福报 等于种福田了 那你要是心不安呢 一定要把这钱布施呢 也可以 那你就去印法宝 这个也是等于为单位修复 所以自己选择 学生的一位同修 他的先生经常在外面借钱 而他欠的钱 就由我的同修来还 可是就算是这样呢 都没有办法去感化先生 最近呢 他的先生更是变本加厉的 在外面借高利贷 因为无钱归还 所以高利贷就到家里来闹事 不仅这样 他还在外面包养情人 还要设圈套 让我这个同修往里跳 所以我的同修实在是无法忍受 为了给女儿一个健康的环境 所以他和他的先生离婚了 请问师父 为了女儿和先生离婚 这样做对吗 如果不对 应怎样忏悔 会有什么样的因果 应该怎样做去补救 对不对 关键是看发心 发心自立就不对 发心立人就对 所以一切法 一切戒 他都有开源 开源就是利益众生 那么如果实在是像你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说你这个同修情况 先生啊 是饿到了极点 你为了保护女儿 逼不得已这样做 这是 是无可忽非 那么当然 这个离婚总是影响不好 它对社会是一个负面影响 这一点我们要查回 那么 所以最好是什么呢 我们不主动提出离婚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先离开 带着女儿 分开 不要让这个先生啊 影响到女儿 这样做 可能会更好一些 但是已经啊 形成这个离婚的事实了 那也就劝他好好安心 教养好女儿 自己好好学佛 这样也是一个 很好的出路 那么当然 自己学佛 修行 积功累得啊 要给 也要给这个先生 就是 这个离婚前这位先生啊 回想 毕竟啊 这也是一个有缘众生 而且跟你的缘分特别深 你就需要啊 特别给他回想 他这属于冤亲在主嘛 他讨债没讨完 你就跑掉了 那你还得要继续给他回想 也要叫女儿 不要仇恨自己的父亲 父亲再恶劣 他有他的因果 不能仇恨 反而应该同情 直到他将来 这种行为 必多恶斗 可恶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想到他可怜 那我们就不能够怨恨 虽然可以 现在不用来往 但是也要念佛功德 给他回想 下面一个问题 我在帮一位斯里兰卡师傅 修行净土法门 之前已在澳洲静宗学院 十年庆 请老法师慈悲开示过 已几个月前请您慈悲开示过 现在再请您慈悲开示 第一呢 您上次讲 澳洲静宗学院 已将老法师讲的 无量寿经翻译成英文 跟静宗学院确认 现在翻译工作还未完成 斯里兰卡师傅 目前在读物灵法师翻译的 这个净空法师讲解的 了凡四讯 及另外两本书 三个月前呢 斯里兰卡师傅 在读中文版无量寿经 每天一遍 他有夏连居老居士 汇集的英文版无量寿经 请您开示 读中文版好 还是读英文版好 他要是能读中文版 还是劝他读中文版 可以呢 用英文版来参考 比如说中文 他的文言文如果基础不好 他想来了解一下 这个意思读读英文版是可以 或者直接看无量寿经的讲迹 我们师父的白话讲迹 他要能读得懂 这是最好 或者甚至听经 看他会不会听 听中文 那么无量寿经呢 这个我知道 康生凯的译本 有英文的翻译 这个版本我有 但是夏连居老居士的版本 英文的翻译本 我没有 我很想得到一套来参考 那么当然翻译经典 这不是容易事情 师父上人 也希望我将来 能够有缘 用英文来弘扬无量寿经 那这个工作是很艰巨 我得呢 先要 把这些英文翻译好 这经的翻译 不容易 可以先翻译讲迹 古时候 易经的 这些经师 易经师 都是至少 挣得二国以上 三国以上 真正开悟 有真实见地 他们来翻译经典 就不会犯错 我们不行 我们这是凡夫 道言未开 更没有正果 那要翻译 直接易经是不容易 所以要 师父上人讲的 易讲记 把那个意思 易好了 要跟人讲 讲的过程中 对这个经 越来越熟悉了 你对这个意思把握 就会越来越好 然后你这个翻译才准确 它不是一个 一出而就的事 它可能要经过很多时间 你看夏连居老居士 汇集 无量寿经 都前后用了十年的时间 那我们翻译 比汇集 工作 更不容易 当然 它是不同的工作了 那么 也可能需要十年时间 先翻译一个粗稿 慢慢讲 讲的时候 听听听众的反应 回馈意见 我们再来修改 不能那么快发表 要到最后 自己真正满意了 也经过大德的鉴定了 你才能够拿出去发表 那么现在呢 沿袭讨论 这是可以的 不能够做定高 那么如果您有英文版的 这个无量寿经 就夏连老 这个 这个汇集版的 也麻烦您给我一套 我很想来学习 下面呢 这个问题是 我是一名来自山东金山寺的居士 差不多在六年前 我刚刚学佛 当时因为不明佛理 所以有一位学过气功的同修 以能让我念佛妄想少的理由 给我用气功受气了 当时呢 他用他的食指与中指 在我胸口画圈 并且让我配合他用意念转圈 之后一个月呢 我就开始非常难受 胸口憋气 念佛拜佛 好像头上有一股气在晃 之后我来到金山寺 做了四年义工 但一直受这个影响 念佛脑子里憋 气往下走 有热的感觉 有时昏沉 一直呢 到胃 胸口这里 有气顶着 还有时呢 念佛身体呢 有气在串动 安静不下来 导致我用不了功 我很害怕 会因为这个障碍我往生 平时我也经常 因为这个难受 我该怎么办 这真的是你的冤情在主啊 你不是自找麻烦 学佛的人呢 要不要练气功呢 其实可以不用练 你好好的拜佛 本身就是强身健体 那想用气功来帮助你啊 得清净心 这个估计很困难 你要得清净心 你要放下才行 跟你那个气没什么关系 你把身体都得放下 这你才能得清净心 你还练着气功 身体都放不下 你这不等于啊 这个这个清净心 你怎么能得到呢 当然我这里呢 也不是说不让大家练气功 真的你要可信的啊 好的 这些气功 这可以练 那个气功师 如果他有这些邪思邪念 故意找了你麻烦 那你不就是 这个白受的苦 这个是一个教训 你讲出来 也惊醒大家 但是你也不用害怕 说担心这个会障碍你往生 不会的 不可能 为什么呢 因为阿弥陀佛有愿 只要你啊 吻我名号 置信信药 所有善根 心心回向 乃至十念 你都必定往生 就是你置信信愿 求生净土 谁都障碍不了你往生 如果谁能障碍你往生 那阿弥陀佛就不成佛 不要说气功师障碍不了 连魔王波寻都障碍不了 近西空变法界 所有魔王都来了 一起障碍你 也障碍不了 因为他们的力量 跟阿弥陀佛比起来 那是没有办法相比的 由于一片小雪花 掉到了几千度的大熔乳里头 雪花马上就消散了 所以弥陀愿力也不可思 你自己要深信且愿 那身体差 那你是自己有业障 那就好好的消吧 瘦就是消 但是你的信愿不能够为之动摇 为之动摇了 反而真的就障碍自己往生 是自己障碍自己 那个气功师是障碍不了你的 魔王也障碍不了你 是你自己怀疑了 信心不足了 或者愿力不足了 信愿不足 你就往生不了 得生与否 全由信愿之有 不靠别的 那么你现在这个业障怎么消呢 那我劝你好好拜佛 如果你真正发心 一天拜一千拜 拜个半年 我估计你这个就能消掉 业障消除 下面一个问题 我是来自三东济南的 王居士 我替定惠寺排位 排位室的魏居士问 魏居士梦到鲁班和赵州桥的设计者来找魏居士到定惠寺来 要求力排位超度 这件事是否真实 应如何做 请法师开始 这个是不是真实 我也不知道 你要去问这位位居士才行 那么实在讲 做梦 它是一种感应 但是你不必去执着它 本来就是梦幻泡影 现实生活都是梦幻泡影 你现在是梦幻中又有梦幻 那何必去当真 所以这些凡是感应 你知道有这么一件事 就好了 千万不要做出不理性的判断或决定 这个还有一个关于传统文化学校如何做更如法 我们师父上人在讲经当中已经讲了很多了 可以办一条龙的学校 这个从孩子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 一直练到研究所博士毕业 全都用传统文化 这个要在香港做呢 会比较方便 我看你是说准备在香港注册这个学校 但是呢 学的人呢 可能这个要需要签证 比如说大陆来的学员 那需要签证 那你能不能把这个签证权办下来 这也是很重要的 那么学员最重要是扎根 道德要有根基 要学会做事 可以参考吴宏清教授 他在甘肃办的那个学习班 在国内也有相当影响 新闻报道也报道了他 你可以上网查一查 吴宏清教授 看看他怎么办 甚至可以去请问他 我是来自内蒙古 的集市 我发心出家 终身弘法立生 想请问应该先学习经教 还是先出家 应该先学习经教 把经教学好了再出家 一出家就能讲进 这样障碍少 出家不必着急 下面问 我今年六十多岁了 十八年前我发愿要出家 十五年前有一次出家的机会 家里有事没出城 现在又有一个出家师傅答应接受我出家 但是家里儿女都反对 我如果不理他们呢 坚持要出家 这样合适吗 如果我不出家 那么我是不是打了妄语呢 这个姻缘不足 出不了家 我觉得也不必勉强 这不属于打妄语 因为你不是真想骗人 你是想出没这个缘分而已 不可以应来 出家非同而习 印光大师讲 什么人出家 真正发心 有向上志 续佛会命 弘法立生 这样的人出家何时 如果不是真正出家 为了弘法立生 为了修行了 不如再加好 其实年岁大了 真的万元放下 老实听无量寿经 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 这个比出家更好 好 今天呢 时间到了 我们问题也刚好全部答完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Bernard于是立 responded Christin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